首先来讲我们在说 为什么要用MVC 就是为什么模式这个东西 就是你记住啊 所有的一个技术出来的时候 你永远在脑子里有一根弦 为什么我要用这个东西 当然来讲就是大家都用 这绝对是你选择的一个理由 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多人都用 很多人都流行的 使用的一个东西 那么你会这个东西 它一定有价值 你一定跟别人有更多的这种合作啊 这种就沟通啊 甚至这种东西一定 或者是你在技术选型的时候 你要选大多数人都用的东西 这是OK的 但是底下我们要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使用MVC模式 为什么不直接操作到 这个原因其实来讲 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代码里 有一个东西叫复用 英文叫reuse 我们每当说到模式的时候 一个复杂的模式 它不直接用 那么它一定涉及到一个东西 叫复用 复用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在代码里 一定遇到过这种现象 就是说 这有一段代码 我在第一个页面里写过 我第二个页面里还用 然后呢 我想起来了 第一个页面 我写过类似的东西 然后你会干嘛 你会copy paste 对吗 你会copy 拷贝粘贴 然后你直接拷贝粘贴 是没法用的 肯定得改点什么东西 只是改多改少的问题 然后你细了哈 再改一改 OK 第二个页面就能用了 然后第三个页面 又用了类似的逻辑 你有可能从第一个那考 有可能从第二个那考 对吗 也就是说 复制粘贴 其实是 也就是复用 本身就是在写代码的时候 一个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你经常会做的动作 就是基本就是我们所说的 复制粘贴 然后修改 然后你再做适度的修改 他就能用了 cp修 基本是这么一个流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事实上来讲 那么面向对象的 这个编程方式 其实就讲到了 代码复用的这点 是说 我们这种复用 会让代码腐烂 就是我们上面那种办法 这是一个很 差劲的方法 为什么他说 它是一个很差劲的方法呢 因为这个方法 会使得整个代码的逻辑 看起来 它的复用性是比较差的 那么也就是最好的状态是说 我们写一段代码 我们就确定这段代码 在其他地方会使用 然后我们用一个 更优雅的方式 让它能够复用 最简单的办法 有两种代码复用的办法 一个是我把一个东西抽象出来 设定一个函数 那第二个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把一个经常用的长量 把它变成一个变量 一个constant类型的变量 OK 这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这种复用的办法 就是说我们不会把这一个 这个hardcode的东西放到到处用 我们也不会把一段代码 到处复制粘贴 我们会把它缩成一个函数 然后你每次要用那点东西的时候 不是去拷贝粘贴 而是直接掉入那个函数 因为函数是封装的很好的 那面向对象呢 其实来讲 在这里面就有一个更高层次的东西 就是他希望说你在复用的过程中 是有一个叫开闭原则 叫open close原则 我直接写英文 开闭原则 开闭原则讲的是什么呢 说你应该对什么开放 对扩展开放 然后对什么关闭 对修改关闭 也就是别人写了一段代码 你直接用可以 但是你不能考过去 然后在里面改 因为这样特别容易出错 所以那么MVC模式出现了 一个点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MVC里面都有什么 MVC的M是module 然后view呢 是这个用于显示 然后controller呢 是用于在module和view之间来进行控制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都知道 比如说我现在有这么一个学生的数据表 这个一个表里面 那么就是说 比如我有这么一张表 这个表里呢 比如有学生的姓名 然后有比如说有班级 然后有成绩 好 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对吧 好 那么这个表里的数据 这是原始的数据 那么我要在页上显示的时候 比如我现在在第一个 在PC的一个页上 这个页上我就显示 我就直接显示姓名 班级 还有成绩 这没问题对吧 好 那么这时呢 我在另外一个手机的APP上 我可能还要显示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一个丙图 这个丙图上显示的是 因为你记得 每一个学生的成绩我都有 我按班级可以分 那么实际上来讲 我这个丙图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100到90分的同学占比是多少 90到80分占比的同学到多少 80到70的占比是多少 70到60的占比是多少 60以下的占比是多少 它是个丙图 这个丙图通过这个数据源 这个也就是这个model是能够得出来的 你通过它计算是能得出来的 这个没问题吧 所以在第一个页面上 我可能在这 我 你首先你要把这个里面这个数据扒出来吧 扒出来以后 然后你把它显示在PC上 这事没问题 好 那么在第二个 我写第二个 这是一个手机上的APP的上手 APP比如它也是一个H5的页面 那么你还是要把这段东西扒出来 对吗 你还是要把这个东西扒出来 但是你要把它显示成丙图这样 这个时候 你控制显示那段程序 一定是不一样 但是你阿贾克斯读数据的这块代码 一定是一样的 你记得我刚才跟你说 你一定发现某些代码跟你前面一样 然后你就把它拷贝粘贴出来了 还记得吗 好 那你在这个地方 你又做了拷贝粘贴的事情 但而且你记得啊 这个拷贝粘贴是做了一部分 因为在显示这块的时候 它不一样 你没法直接服用 但是在考数据这块 你是一样的 可以服用 所以事实上来讲 就是关于这个数据源 你应该有一个独立的Model 也就是Model和View应该是分开的 M跟V应该是分开的 在这里面其实有两个V 你的这个M应该是独立的 然后有两个不同的V 一个是在PC上的 一个是在手机上的 对吗 那你写代码的时候 你肯定是这么写嘛 那么好 在第二个问题 就比如这个AP 以这个APP为例 以这个显示为例 你现在把它显示 显示了一个丙图 是关于这个不同班的学生的成绩 你可能另外还有一个数据源 你那个数据源呢 可能里边是 说的是商品 那么商品 它里边可能有一个类目 然后里面有价格 好 然后这个数据源 这个M显示是不一样 但是你也要在APP上显示丙图 你发现了吗 就是这个M 这是M2啊 这个M2也跟刚刚刚看的 这个叫V1 这个叫V2 也就是说 这会出现 这是一个V2 这是一个M1 这是一个M2 也就是这里出现了 数据源不同 就是这个M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V是同一个 好吧 发现问题了吗 也就是说 你会发现说M和V 都是必须把它单迪了出来 当一个模块来用的 只要你想附用它 除非你能打保票 说这东西只有这儿用 别的地方不用 今天不止今天不用 未来也不会用 我就给你打保票 好 打赌 赌100块钱 如果用了 我就输给你100块钱 你看你敢不敢打这赌 你打这赌 我告诉你 你要输很多钱出去的 你绝对打不了这包票 这代码一定会被 其他地方拷贝 所以底下的问题就是 无论是Model 数据这块 就比如说从 从后台阿甲克斯 把数据拉出来 放到一个JSON里面 这其实是一种Model 然后把这个Model处理一下 然后把它显示在页面上 以某种形式显示 它可能是一个 就是本身的表 也有可能是一个丙图 这个显示的这个过程 本身 它也是一个可复用的东西 会copy paste的 那么好 底下又来一个问题 那么在这里边 只有一个M 是这么说吧 M相同 V不相同 控制过程会一样吗 不一样 对吗 很明确 那么如果V相同 M不相同 控制过程一样吗 因为你的控制过程是说 把M M有了改变以后 让他去更新这个view 比如在这里边 这个数据源里边 比如说 我这一次刷新的时候 我今天又增加了 某几个人的几个成绩 这时你的这个列表 要不要增加 要吧 那你的这个丙图 要不要增加 也要吧 那么这两块 都需要增加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你其实谁来控制 是C来控制 对吗 所以C要把M的这个变化 更新到 这个列表上 也要更新到柄图上 对吗 那么好 你更新的数据 数据这块的逻辑是不变的 那么controller 除了在这两块的强制更新的时候 它操作的手法是不一样 所以你就会发现 任何一个数据源 有一个M 任何一种显示形式 有一个view 然后在任何一个给定的M 和view之间 都有一个独立的C 那么好 我们可以想见一个事情 如果我这边 比如有三个毛的 也就是三个表 M是乘三的 然后呢 每一个view 有四种 好吧 是V乘四 那么如果说 任何一种M 都会产生一个V的话 C有多少种 C其实是三乘以四 对吗 一共有12种 就是任何一个M 和一个V 搭配起来 都有一个C 这就是MVC 把它列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你不再需要 copy paste 并且修改代码了 那么这件事情 做好了以后 MVC出现以后 才能使得代码 组件的话 使得代码的 能堆积出 特别大的应用来 因为特别大的应用 它一定是复用的 你很难想象 一个东西 只在一个页面里用 其他页面不用 那么如果 其他页面里用 拷贝来 就把别的代码 拷贝来 然后在里边改 这个可谓 不幸很差 所以它最好的状态 是使用MVC模式 这才是MVC 存在的意义 那我们再看一下 最后再看一下 这是M终于 存放数据 原始的数据 数据长什么样 就搁什么样 永远不要去想 它在屏幕上 显示出来 是什么样子 你就想象它 它是一个Jason 就完了 然后View才是说 这个东西 最后展示出来 是什么样子 我故意搞了一个 丙图 丙图跟这个东西 不搭搭搭 要计算一下 明白吧 然后Controller是干嘛 是当Model更新的时候 把这个更新 更新到View上 理解了吧 这是MVC模型 也就是这是最早的MVC模型 然后MVP 我们刚才说的MVC呢 是M有了东西以后 直接响应到View这 但View有了改变以后 更新不回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条线是单向 看见了吗 双向回不来 那么MVP模式是什么呢 M和V没变 然后P呢 是Presenter Presenter是Model改变的时候 修改Dome 而View改变的时候呢 响应于用户交互 通知Presenter Presenter负责来更新Model 以及通知Dome 它回去 也能回去 就是说View改了 那么这个数据也跟着改 View里面 就是那个View啊 不是这个View啊 是Vue那个View啊 View里面这个事情是双向的 但是Reactive里面是单向的 然后第三种是MVVM MVVM的比Presenter呢 更加就是 就是便捷一点 它叫做一个自动化的 自动化的一个Presenter 所以它叫ViewModel 很多同学就到这就晕了 那么大概你知道这些东西 也就是说你知道MV星 这个东西 你知道到这就OK了 就不用了 我可以看你了 这就没有了 现在还是很有问题 我也不知道 感谢你了 我不是有信这个 的能力 在那么尽力